七一当天在各个团体里吸引许多港中二地民众的 就是法轮功学员的整齐队伍了 有大陆游客称赞法轮功真善忍的精神 教人做好人 并且认为信仰自由是人权 应该受到尊重 来自台湾、日本、印尼、澳门、新加坡等地的法轮功学员 参加香港七一大游行 下午两点多已经在维员等候 能在中共掌控下的香港参加游行 他们都感到意义重大 那更多的中国人 虽然在中共的邪党的那样的控制下 他们还能够看到我们大法在全世界的洪传 不管邪党有什么办法想阻止我们这种活动 所以因为不还不了解阻止不动 对中国谎言欺骗的人 希望他们能够了解真相 希望他们能够就是说 作为有良知有正义的中国人 希望他们能够明白 我们也想在这个时候让大家知道法轮大法好 而且要停止对于在中国的迫害 由大陆游客称赞法轮功真善忍的精神 法轮功队伍一直到半晚五点多才开始从维员出发 不少仿人支持法轮功反迫害 都是当然不同意他们用这么酷刑来逼迫一些人民 对谁都不可以 他们说了中共有些什么不好 还有会让我们知道更多的事实 由于今年警方不愿开放六条行车线 约四个小时游行队伍才抵达中环 新唐人记者林秀宜在香港报道 您оч exRad票 轮功 咨修